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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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开花结果的初期要避免常规肥料的使用 否则容易引起落花落果 可以每两个月使用一次复合肥 补充开花 作果消耗的养分 促进果实的健壮生长 六个月份可以使一次肝肥 能有效地避免盆土板件 提高金居的抗性 防止烂根和其他病虫汗的作用 以上就是有关于金居盆栽的介绍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赶紧转发起来吧